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 是非成败间感叹应许 请听汉朝那些事 因为孔光在皇帝身边工作 向朝廷建局人才自然比较容易 但他每次建局人才 都唯恐被建局者知道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拒绝私自答谢 不要人家记自己的恩德 孔光非但主动向朝廷推荐人才不图答谢 别人找上门来求他推荐 他一律会直接拒绝 据史书上记载 孔光是学官出身 弟子众多 他本来就乐于见贤举能 居宰相高位之后 原来的弟子找上门来 既得其助力 那也是人之常情 可以理解 学生 学生们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他们的孔老师却终无所举荐 智获愿之 就是不给跑个官党 愿怪我也不给 史书上于是给孔光大输了一笔 其功如此 孔光的父亲孔霸 那是一代硕儒 早年也做过博士 后来成了皇太子的师父 汉原帝即位后 被封为包城君 孔光自己的学生也遍布朝野 他们既是知名父子 自己呢 又静观造成 要在朝中拉帮结派 建立一个小宗派团体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他性自首 既不结荡交友 也不有求于人 这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因为这样 随和二年三月 汉埃帝任孔光为宰相 奉博山侯 全力到达了顶峰 可是 因为在一国两后的问题上 孔光坚持原则 傅太后对他进行了弹劾 结果呢 做不了丞相了 诗丹和孔光可以说同病相连 唯一的区别就是 诗丹被免之后 从此是青山为伴 绿水为一 再也没能回到朝中 而孔光在体验了一把田园风光之后 后来又重回朝中 党了丞相 这都是后话了 话说呢 朱伯因为由傅太后撑腰 不久被汉埃帝提升为丞相 并且封为杨湘侯 那官运要是来了 真可谓是门板都挡不住 事实证明 傅太后果然没看错人 她重用的朱伯 没有让她失望 朱伯名利双收之后 马上就来了个治恩图报 联合朝中的二把手 御史大夫赵玄 再度向汉埃帝提议 以国良后 这一次 朝中大臣们都很识时误 没有一个人敢拿自己的乌纱帽 来做赌注 汉埃帝眼见着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只好做出决定 尊皇太后傅氏 为永信公帝太太后 皇后丁氏 为周恩公帝太后 再加上常信公太皇太后 王正军和中宫皇太后 赵飞燕 于是乎呢 汉朝宫中出现了 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 一国四后 这当真是闻所未闻 汉埃帝此举 可以说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富家势力的强大 赵飞燕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这个已经过气的绝世美女 感叹良多呀 曾几何时 她在后宫是独领风骚 她的话就是金玉良言 没有人敢于违抗 朝中大臣们都扶手于她的脚下 那感觉让她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伪人之所以伪大 那是因为别人在归着 可是呢 黄良一梦如此短暂 那些五彩缤纷的日子 已经属于另一个世界 一个似梦非梦似花飞花 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她依然在这个世界中生活过 却又被这个世界所遗弃 她仿佛曾是仙界中人 却又被抛落在人间大地 她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落差 冰冷孤寂的现实 让她痛苦不堪 但她必须设法 在这个新的宫廷中立足 她不愿意像妹妹赵和德那样 匆匆结束自己的一生 万幸的是 她因为对新任皇帝 有知遇之恩 汉埃帝还是对她格外的照顾 然而她明白 她已经成为王室集团的 严重定肉中刺 如果找不到强有力的依靠 结果离父妹妹赵和德的后尘 也就不远了 幸亏此时 朝中的丁妇两家 新宠的外戚势力 还可以作为依靠 眼看傅家势力越来越大 赵飞燕也不放过一切 向傅太后讨好的机会 傅太后受臣 她派人送去了 文西碧毒柱两双 沉水相遇湖一个 刘伯文无缝山一件 还有大皮的珍宝 真可以说是千金一掷 傅太后穷舍极欲 尤其爱听歌官舞 赵飞燕就把自己的女乐送给她 还凭自己的歌舞才能 亲自指导教练 赵飞燕还有一件 最卖力气的事 建平二年夏天 汉哀帝的母亲丁太后 因病死去 汉哀帝下诏 把官舅送回定陶 与她的父亲刘康葬在一起 并蒸发定陶附近的 五万人修建陵远 汉哀帝自认为尽了孝道 先祖会拂佑她 但是国运却毫无转机 她本人也染病在身 王父之痛和前程之忧 让这个病弱的皇帝 愁眉不展 恰在此时 私帝孝为谢光等 向汉哀帝推荐方氏夏赫良 说她精通称雪 直到神灵欲言 是孝成皇帝时宣讲 天官吏包园太平经的 甘中渴的弟子 甘中渴虽因流向合奏她 夹借鬼神污蔑圣上而下遇死去 但是夏赫良继承先师一致 私下进行教授 谢光等人大力吹捧夏赫良的学说 说流向纯属诬告 甘中可死的冤枉 应对其弟子夏赫良 大假礼遇 汉哀帝信以为真了 遂照夏赫良进宫 请他讲授如何得到神灵的帮助 夏赫良说 木火土金水 武德依次运行 周而复始 王朝寿命于天 并代表着其中一德 气数尽了 必将被另一德所取代 如今汉家隶数将近 只有再受天命 才能保诸汉氏 延续帝业 陛下经常生病 灾疫旅游发生 这是上天对陛下的告诫 汉哀帝就赶紧问他 有何良策 夏赫良说 当务之急是更改年号 重受天命 汉哀帝就相信了夏赫良的话 改建平二年为 太初元将元年 自称 陈胜刘太平皇帝 把既使用的漏气呢 由旧至一百度 刻成一百二十度 并下诏 大赦天下 在受天命的这一天 汉哀帝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其规模不亚于登基大典 仪式完全按照夏赫良设计的程序 拜天祭地求神弄鬼 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许多大臣都有意义 认为夏赫良之言是胡言乱语 不足为心 唯独赵飞燕得知以后 特意向汉哀帝 呈上了一道贺表 竟称汉哀帝为 陈胜刘太平皇帝 恭维说 天运更迭 王朝地善 无今之礼 陛下为永安国家 改元一号 再受天命 堪称明智之举 上天将赐陛下康太 汉作久长 祝愿真命天子 宏图大展 万寿无疆 赵飞燕的这道贺表 使得汉哀帝 得到了精神上的帮助 他在一片反对声中 找到了支持者 紧接着 汉哀帝下令 恢复已拆除或停止祭祀的 祭坛神庙七百多所 大量增加祭祀的次数 赵飞燕对此 不仅极力鼓吹送养 还主动提出 减少中宫的费用 把省下来的钱 用来建庙 这件事更让汉哀帝感动 多次抱扬赵太后贤惠 可是呢 赵飞燕的努力 很快付出东流了 急于看到成效的汉哀帝 因夏和良的话 并不灵验而恼怒 在朝廷大臣的强烈要求之下 他下诏 将改原诏书废除 只保留大赦一项 并以反动获重罪 将夏和良逮捕入狱 除以死刑 举荐者谢光等也被搁职 免除死刑 流放到敦煌郡 弄巧成桌呀 尽管汉哀帝没有怪罪赵飞燕 但是他的投机献媚却引来朝野上下一片唏嘘 他的人气和地位都是直线下滑 更加让赵飞燕学上加霜的是 此时的顶梁柱却突然间轰然倒塌了 剑平三年 帝太后所居的桂宫正殿 发生了一场大火 殿顶全部塌落 殿内用的东西大部分化为了灰烬 傅太后认为这是凶兆 赶紧令人强修重建 可是啊 这场无名火灾过后不久 傅太后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靠山倒了呀 赵飞燕是悲痛欲绝 傅太后下葬 汉轩帝卫灵那天 她眼中是大颗大颗的眼泪流个不止 她心里边很清楚啊 灵车远去的方向 离自己的坟营并不远了 王正军这个老佛爷 不会放过自己的 聪明的赵飞燕没有选择坐以待毙 而是以犀利的眼光寻求更大的庇护 就在这时候 一个叫董贤的人浮出了水面 如果说汉成帝是一个风流皇帝的话 那么汉埃帝就是一个荒唐皇帝 汉成帝的风流至少还有赵氏姐妹这样的绝带双交相陪 最后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而汉埃帝的生活呢 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了 因为他宠爱的人居然不是女人 而是男人 属于严重的同性恋类型 但是有一点 汉埃帝和汉成帝一样 他对强制买卖的婚姻特别反感 汉埃帝对于祖母强加给自己的表妹父皇后 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他就采取冷处理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他那冷淡的心才又点起热情的火焰 这个人的名字叫董贤 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董贤 貌似潘安 再恰当不过了 汉埃帝看上董贤也就是因为他的姿色 在他心里 三公六院七十二妃坟贷 与之相比皆为逊色 建平二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汉埃帝和董贤邂逅了 如果要在前面加一个定语 那就是致命 这是一次致命的邂逅 不只是他的命啊 还有西汉王朝的命 当年汉宣帝在玄美大赛上惊鸿一瞥 让姿色平平 财气平平的王正军 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汉埃帝的这惊鸿一瞥 同样是惊天地气鬼神 此后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汉埃帝和董帅哥 经过护送秋波之后 就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爱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 爱你胜过爱自己 汉埃帝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相传有一天呢 汉埃帝因为要上早朝 天刚亮就要起来 却发现身边面如冠玉的董贤 意味着他的衣角睡得正香呢 汉埃帝不忍心惊醒心中的最爱 竟然做出了一个奇思妙举 用床头的玉刀把衣袖割断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离开 后人呢就把同性恋称为断袖之痞 就源于此 汉埃帝因为宠爱董贤 送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给他 有了珠宝 就得有能装得下珠宝的房子啊 汉埃帝接着就在北宫门外 大建宅地 整个工程十分的浩大 建成后的东府富丽堂皇 精妙绝伦 规模与皇宫相同 房屋重叠 内有五座大殿 全都是雕梁画洞 云起画草 山陵水怪彩绘期间 木工之功 穷极技巧 电视粮柱 都是华美的紧断 捣烂成江 围土成彩 沿玉沟水流入董府后园 就差把门扁换成紫禁城了 这当真是一致千金 未拦延 汉埃帝在建造自己 一陵的同时 特意还在旁边 留出一块空地 为董贤修木 希望死了以后 也可以经常串串门 谈谈情 说说爱 真正做到了 死了也要爱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啊 面对汉埃帝的知遇之恩 董贤在感动之余 也来了个知恩图报 何科觉 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妹妹 也拉入宫来 一起侍奉这位荒唐至极的皇帝 投之以逃 报之以礼 汉埃帝觉得 看得见的东西 几乎全都送了 于是就开始送董贤 看不见的东西 身份 汉埃帝为了给董贤封侯 先上父太后尊号 买动祖母的欢心 再令孔香侯赴宴 带着封董贤的诏书 给丞相遇使 丞相王家 眼看汉埃帝为了夹封董贤 将别的大臣功劳 算到董贤的头上 马上就严厉谴责 奢侈健阅 循环放纵 变乱阴阳 陛下一向仁慈智慧 行事谨慎 如今却由这些过世 被人大肆嘲讽 骂完之后 这个老头还不忘了 诅咒一番 认为董贤 应该千人所指 无病而死 说白了就是不得好死 王家发泄完了 皇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王家就被下了大狱 他满心不服啊 是以绝食来抗议 都说人是铁 范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谎 王家虽然奇迹般的 挺了二十多天 但是最终还是死了 丞相含冤而死 大司马丁明 以同情的方式 进行了申缘和哀悼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汉埃帝知道这件事之后 直接罢免了丁明的官 让他回家抱孙子去了 就在这时候 赵飞燕出现了 他来收拾残局 向汉埃帝 极力推荐董贤 说他是难得的人才 总之呢 这样的人才 应该得到重用 还是谁 给你带来带他 不去 丁明的村子 这样的人才 推荐 让他们追加 崩盘和哀悠 岁 让我们摩下 保持安全好 要承担 等于耳朵